看龟头炎应该挂什么科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任保明 先是第三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龟头炎应该挂泌尿外科或者蓝科 很多大型医院泌尿外科和蓝科是分开的 这两个科室都可以正常的看龟头炎这种疾患 包皮龟头炎它是指包皮肋板与阴镜头的炎症 正常包皮腔类蜂蜜的一种类质量物质 在包皮过肠或包紧的时候 此类物质可以积聚成包皮垢 刺激包皮和阴陵头引起包皮龟头炎 本病亦可由细菌 真菌感染或药物过敏引起 常见的临床表现是尿瓶 尿急 尿道口发红 龟头 烧手感或骚痒 出现上述重症的时候需要到密药外科就诊 及时的治疗 避免长期反复的炎症 造成的包皮抬血氧变或者尿道口的瑕疵 预防方面则需要经常的清洗包皮和阴镜头 保持包皮腔类的清洁和干燥 平时注意养成这个良好的卫生习惯 对包皮过长或包紧 包皮不能翻转着 可以行包皮环切 等手术可以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